后面像远山一样 前面这种大自然 自动流出来的这种流淌 玉石纹路 它这个料是加拿大碧玉的老坑料 每一块石头都是天然的 像这样的平安武士牌可以直接卖 同时也可以当成料来把它做成雕刻 你像这块料它抛光并不是很好 但是真正行位的朋友 其实不是很介意表面的这些东西 皮里肉外的都不是问题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内部的结构 主要是看里面有没有巨大的内裂 或者是贯穿的裂 翻过来这一面也蛮漂亮的 这可以稍微浅浮雕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过灯看一下这块牌 里面几乎没有黑点 杂质很少 也蛮漂亮 你看它这个绿色漂浮的 很好 真的是像画一样 水为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天然的走水的纹路 然后白色是玉的显微结构 那么我们看看这块牌表面上是OK的 整体抛光还OK 妈妈得呀 重新再上一下牛皮轮再滚一下 表面看应该没有什么黑点 我们再过灯看一下 右上角这一部分应该是有一个里面的石纹 为什么叫石纹呢 这也是一个支持点 左面和右面有颜色的变化 这就是说它在形成玉的时候 受到了外界的这种力量的撞击 或者是你看它这个玉的形成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玉石已经被融化了 然后重新又凝固变态反应 重新又凝固形成了这个玉 你看中间这一部分是北极玉的杆角 像云舞一样的漂浮着 然后这是一块石纹 那么我们翻过来看看这块石纹有没有问题 它还OK 它不会影响玉石的结构 就是说不会给它瞌碎 这块应该是OK 所以这块也可以留 没有黑点 很漂亮这种鲜艳的绿色 想一想 看看能不能叼成其实 一个感觉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都是手能摸着的 看看里面吧 它里面还真不错 这叫两边耍剑 中间耍裤 这样的牌有的时候是好牌的 它是皮里肉外的东西 表面的东西 但里面没有什么杂质 然后这个整个的下面都是很漂亮的 这种东西就是客人就会挑 就会挑剔 我不能容忍 但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是好东西 可以收的 这些方牌的特点就是比较大 所以可以做平安无视牌 也可以雕刻 这些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但是唯一的就是它的工 工不太好的原因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 它这个边边角角 有点需要重新的磨一下 重新抛一下 侧面抛光也不太好 挑毛病 你会发现原来天然的东西 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完美的 它一定会有实纹的 但这个牌很好 这块跑也没有黑点 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案例 这块也留 我头雅